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除了麦芽糖之外呢 这里头还要加白醋 这里是白醋 好 这几样东西给它在锅里头给它煮化 煮化了以后 煮化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火关掉 就用一个大的汤勺 用一个大的汤勺呢 就把这个蜜糖的这个水呢 就往这个鸡的身上来淋 这个鸡呢 腌过了或者是烫过了之后呢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外面擦干 擦干了以后呢 就给它放在这个上面 来给它来烫 也就是用一个条羹 把这个蜜糖的水呢 往上淋 往上淋 那么这个淋的时候 要不停的多给它里里外外都淋过 还有它的肚子里头 要给它烫一下 就这样子让这个蜜糖的这个 跟醋的混合的这个水 那么这样子 汤好了之后呢 就给它用一个绳子 把这个鸡呢 扎起来 给它去吹风 吹差不多两三个钟头之后呢 再来一次 还用这个锅里的这个蜜糖的这个水 再给它淋一次 那么就给它去挂起来吹风 差不多要吹六个小时 吹六个小时呢 这个鸡的情形就像这个样子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皮很干 皮很干了 那么六个小时以后 你就可以拿来炸了 炸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通常呢 不是直接的放在油里头 而是把它放在一个罩里 用这个温温的 差不多是六七分热的油 慢慢的这样子炸 这样子不要让它搭在锅底 不要让它焦掉 这样子炸开始的时候呢 会上颜色 上得很慢 上得很慢 那么用小火就这样子来给它炸 那么炸到什么程度呢 就炸到这个鸡的颜色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样子焦焦的 也就是说变成咖啡颜色 这个就算是已经是炸好了 炸好了 炸好的时候呢 这个鸡的颜色呢 是 皮呢 就是这种咖啡色 很漂亮 然后呢 亮亮的 蓬蓬的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拿起来了 那么这个拿起来的时候呢 要趁热 要快一点把它斩切 切成块 好 给它瘤干了以后呢 就给它切块 这个脆皮鸡要吃它的脆 所以这个动作呢 要快 我们通常呢 就 因为这是一个大菜 所以在餐馆里头呢 你看到它是这个大盘子里头装的 那么就这样子给它切好了 然后呢 就把它这个按照原来的形状 好 差不多炸十几分钟 用小小的火慢慢炸 炸成十几分钟 就会变成这个颜色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鸡呢 趁热 就快点把它切成块 动作要快 慢了的话呢 这个皮就不脆了 所以呢 一定要快快地把它切成这个 呃 适当的大小 这个所谓适当的大小呢 也就是能够很容易吃的这个大小 好了 现在是翅膀 两个翅膀拿下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身子 好 就这样子把它全部给它切好 然后呢 附上这个 呃 花椒盐 和这个柠檬的片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呃 上桌了 好 必须要把它切的呃 大小要均匀 这样子才容易 好了 这里呢 是一个鸡头 啊 鸡头 好 这里是翅膀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最上面的鸡的这个胸肉 本来呢 是应该去骨头的 现在呢 来不及去骨头了 就这样子就好 好了 那么一般的呢 还给它放一点这个虾片 在它的呃 盘子的周围 好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脆皮鸡 呃 花椒盐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有名的脆皮鸡的做法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好 还是要不要蒸 好 这件事情 它的颜色 加理 再给一点 细年 最后旅行的 最后的样子 就像流量就好了 就在看轮型的 这么正准处